就最后一个单元 中游地员问题和后廊问题 这两个问题呢 又是一个是容易解决的 一个是难解的 对他们的解决呢 都要综合运用我们以前学过的那些东西 好 先来看 带权图 如果我们给一个图里边 每个边上面指定一个值 这个值称为这个边的权 这样的图就称为带权图 也可以给每个顶点指定一个值 就是顶点带权 我们前面讲 比如说最大独立极 是要求选一个独立极使得点数最多 那么对于带权图呢 是要选一个独立极 使得这个顶点的权加起来最大 那是带权 带权那个最大独立极 所有的图论问题都可以搞出一个带权的版本 比如匹配 最大匹配原来是指里面边数最多 我可以给每个边加一个权 你找一个匹配使得这个边的权加起来最大 那叫做最大权匹配 都可以 很多问题呢 带权之后呢 仍然也是复杂度跟原来是一样的 就原来有好算法 现在还是有好算法 但也有些问题不一样 有些问题加了权之后就变难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问题 中国游动员问题 给一个带权图 给图中的一个顶点 然后要找一条回路 这个回路要覆盖所有的边 不一定是欧拉回路 欧拉回路是覆盖所有的边 并且每个边只走一次 现在呢 要求你有些边可以重复走 找这样一个回路 使得呢 这个回路的总长度最短 这个问题就叫做中国游动员问题 因为它的背景呢 模型就是有一个邮局员 他要从一个地方邮局出发 每天给他管区内的所有的这个街道呢 走一遍去送信送报 然后再回到这个他的那个起点 所以这个问题叫做中国游动员问题 这个问题呢 是由中国的这个运投学家 也是数学家管媒股 在1962年提出来的 他最早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他也给了一个算法 后来国外的几个人 又把这个算法改进了 最终这个问题就用 叫做前进次Postman Problem 就用中国游动员问题来命名 我们前面讲图论问题 你看那里面都没什么中国人什么事 都是外国人的名字来命名 欧拉公式 欧拉定理 什么拉图斯基定理 科尼克定理等等 所以到1962年的时候 有一个中国人可以命名的图论问题 中国游电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行呢 首先你会问一个问题 这个图是不是欧拉图 如果这个图是欧拉图 最优的路线就是欧拉回路 每个边都走道 而且不重复经过 显然是最好最短的 问题是不是欧拉图怎么办 不是欧拉图呢 就要把它变成欧拉图 变成欧拉图的办法 是在基数度顶点之间加边 按照欧拉图的充分必要条件 如果每个定点都是偶数度 它一定是欧拉图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图里边 在基数度顶点之间加一条边 就让它能变成欧拉图 这个边是什么边呢 当然不是直接加一条边 实际是加一条路径 在两个基数度顶点之间 加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相当于一条边 把这个路径当成一条边 来求欧拉回路 就是这个图的最优的路径 所以我们就把 中国油电问题变成欧拉图问题 要往这个图里面加边 使它变成欧拉图 使它加的边最短 然后又把这个 加边的问题 转化为最短路径问题 就是要求两个基数度顶点之间 最短的那条路径 最短路径问题是有多项时间算法的 这是那个非常有名的 荷兰的那个计算机科学家 他前两年已经去世了 前两年 前两年 不是前两天 是前两年 所以要求所加的 重复的这个边要最短 B和E之间呢 就这个例子来说呢 是13最短 你要是走BCE呢 就是15 你要是走BFE呢 就是14 但是你走B A F E 这个总长度是13最短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交通网络 这个长度是指通过这个街道 所需要花的时间 有的街道 它可能堵车就走起来比较慢 或者说距离比较长等等 那么还有问题 如果这个图里边有多个基数度顶点 怎么办 刚才那个例子里面 就两个基数度顶点 在这俩加一对就行了 如果有多个的话 你怎么办 实际上要两两去加 就要找一个匹配 所以这个问题的解决 要综合运用前面的那些东西 要用到欧拉图 要用到最短路径 要用到匹配 把这东西放在一块 就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算法 这些问题 都是有快速算法的 欧拉回路问题 有多长时间的算法 两个点之间的最短路径 这个有快速算法 然后求最大匹配 也有快速算法 所以中国游电问题 也是有快速算法的 办法就是 首先把基数度顶点都挑出来 求他们之间两两的短程线 得到这样一个辅助的图 比如说BD BD之间的最短路径就是BCD 这个长度是2 DG DG之间的最短路线 就是也是长度是5 HG之间长度是4 然后那个HD HD之间 最短路线的长度是7 HD之间 注意不是HBCD 这个长度是8 也不是HGD 这个长度是9 这样走是9 而是HIABCD 这样走 这样走一圈下来 这个总长度最短是7 所以BD之间距离是7 然后BG之间的距离也是7 BG BG 这就是BCDG 这是最短的 就是对于基数度顶点 两两球图它们之间的最短路线 然后呢 求基数度顶点之间的一个最小完美匹配 这是带旋图的版本 就找一个匹配使得这个 总权数最小 我们前面一直讲 求最大匹配 现在要求最小匹配 这个怎么做 实际取一下反就行了 你找一个数 比你这个边上的全都要最大 全都要大 比如原来是 就这么多 我这个多不超过10 我就选一个数字 让这个2变成10-2变成8 让这个4变成10-2变成6 就用那个较大的值减去这个上面每一个值 然后对那个图求一个最大匹配 就等于说对这个图求一个最小匹配 这道理是一样的 就求最大匹配 把球最小匹配转化为球最大匹配 只要边上那个全的值取个反 这个取反不是加负号 而是用一个特别大的值减去你现在这个值 让它结果还是正的 这样就行了 好了 找到这样一个匹配之后 就得到了加边的方案了 就在这些匹配所关于的两个变点之间 去加这个路径 这个路径其实就是重复边 拿这个作为一个例子的话 那么 就是首先那4个技术的零点 求出这样一个匹配 求最短路径 然后求匹配 求匹配之后 就确定加边方案 这样加 加了这些边之后 这个图就变成欧拉图了 这个欧拉图的一个欧拉回路 就是最优的一条路线 其中这些重复的边就表示这条街道要走两次 就平行边 BC之间有条平行边 意味着BC这条街道要走两遍 这就是中国邮队员问题的一个解法 有效的解法 多项式时间的解法 快速解法 这个图的最优路线就这样子 总长度是35 其中红色的点表示重复经过 C D和H分别重复经过 别的都没有重复经过 它的解法总结起来是这样子的 求边带全的图计 所有基数度顶点之间的短程线 就最短路线 用所有基数度顶点和短程线 做带全完全图 K 求K的最小完美匹配 我们也说过 把这个最小完美匹配转化为最大匹配 是这样 然后用这个匹配 给这个图计沿着短程线加重复边 得到一个新的图 对这个新的图 求拉回路 这里是原问题的解 这个算法整个合在一块 总的部署是多项式那么多部 所以这是一个多项式时间算法 因为里边用到的 求短程线 求完美匹配 求欧拉回路 这些全都是多项式时间的 其他的辅助步骤也都是多项式的 所以这个问题是属于一节问题 这个游地员问题非常好 它综合运用了不同地方的内容 把最短距离 把这个欧拉回路 把匹配全部连在一块了 这是个一节问题 类似的 我们看另外一个问题 叫做霍狼问题 霍狼问题从定义上看 跟中国游电问题很像 但是它的性质却很不一样 它是属于难解问题 没有好算法 这好算法指的是多项式时间算法 霍狼问题是这样的 就给一个代权图 同样还是边上代权的这样一个图 要求一个哈密尔顿回路 就过每个零点一次 并且恰好一次 使得哈密尔顿回路的总长度最短 如果这个图本身不是哈密尔顿图 没有哈密尔顿回路 那就假设是无穷大 我们假设这个图是有哈密尔顿回路 甚至我们可以假计这个图是个完全图 办法是什么呢 就如果两个点之间不相邻 我给它加一条边 这个边的全是复为无穷大 这样就行了 将来求出一个无穷大的回路 就表示没有这样一个回路 所以就是给定N个城市之间的所有距离 求走遍所有城市的最短路线 这个问题叫做货廊问题 也叫做巡回收货员问题 也叫做旅行商问题 它也有一个实际问题的背景 就是有一个推销员 他住在某城市 他能要去别的城市推销他的产品 每个城市去一遍就够了 但是他希望每个城市都走到 所以就是要找一个总长度最短的哈密尔顿回路 这个问题也非常有实际意义 特别是机器人伸展线 比如说汽车伸展线 一个汽车上有很多螺丝或者锚钉 都是通过一个机械手去拧 它那个是流水线 一个车过来之后这样拧一遍 下一个车过来还这样拧一遍 所以周二数是在做 比方说顶点就是车身上要拧螺丝的部位 然后机械手移动的时候 从一个点移到另外一个点去 这个距离就是边这个拳 那么你按照什么顺域去拧这些螺丝 就是找一个最短的路线的问题 这个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你这个路线如果不合理的话 会造成浪费 它那个东西再重复再做 累积起来的效果是很惊人的 所以一定要做优化 还有包括产品 比如你有一个工厂 包括各个车间 原料运进来之后 要经过各个车间然后出去 你怎么设计这个工序 怎么设计这个路线 使得总的距离最斜少等等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有实际意义 同时这个问题又很难 比如说美国有50个州 每个州有一个首府 你把50个州的首府 全部走一遍 再回到起点 不重复走 最短的路线是多少 这个题非常难算 就美国50个州 他都算不出来 我记得是他一直到五几年 六几年才算出来 他第一次算出来 最早的计算机 因为运算速度比较慢 他只能是穷局 50个点 你要穷局50阶层 应该是个非常大的一个值 后来采用了各种办法 去减值去搜索 对搜索空间做减值 分支线界 最后才能算出最后路线 德国是有 德国虽然小单 德国它又分成很多小单位叫线 然后每个线有一个城市 把这个连起来之后 那个最短路线 我曾经看到一个图 然后中国的这个 我没有看到过 有没有人去做这种计算 应该是 按照现在的计算能力是能算的 可能大家没有去算 但我没有在网上看到 中国的这个省府的 这个最短巡回路线 我没有看到过 美国的和德国的 那个都是有的 我们下面考虑一下计算复杂度 算法工作是需要的计算资源 比如时间和空间 这个量随着输入规模 扩大而增加的函数关系 比如说TN等于N平方 输入规模是N N是可以是图的顶点数 或者是边数 边数和顶点数最多相差一个平方 N个顶点的图 最多有N平方条边 所以我们用N或者用顶点数 用边数作为输入规模的度量 都是可以的 和假定一般是用顶点数 如果一个算法的时间是N平方 这显然是有效算法 比如刚才的游戏员问题 它可能是N的一个多相式 如果这个算法是指数的2的N之方 那就是无效算法 因为随着N的增加 资源消耗太快了 所以你解不了特别大的实例 只能解非常小的实例 多相式算法 就能够解一些比较大的实例 然后我们考虑最坏情况 在所有规模N的输入上 就所有N个顶点的图上面 最多需要多少资源量 把这个复杂性度量叫做最坏情况 相应的 还有平均情况 就平均起来 需要多少步 给每个图给一个全值 再加成平均 就给一个出现的概率 一般是等概率 假设有个等概率 那叫平均情况的复杂度 有多相式时间算法的这种问题 就称为易解问题 没有多相式时间算法的问题 就称为难解问题 按照我们已知的分类 欧拉回路问题 匹配 中国油电源问题 都是易解问题 哈密尔顿回路 着色 货廊问题 还有前面讲的匹配 覆盖等等 这些都是难解问题 匹配是易解问题 就覆盖 独立机支配机 那也是难解问题 还有着色 但这个还没有证明 只是猜想 那么霍栏问题的复杂度是什么呢 就目前还不知道 这个霍栏问题 有没有多相时间算法 大多数学者认为是没有的 而且有很多跟它类似的问题 他们彼此都等价 这种问题就成为PNP问题 PNP问题就说 凡是能够容易验证解的问题 是不是也能够容易求解 这个问题是计算机科学的核心问题 现在也成为数学里面的一个核心问题 然后科类研究所呢 它悬赏100万征解 它有七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已经被解决了 好 然后 对于这种NP安全问题呢 它有一种办法 就是所谓的穷句法 穷句所有的可能性进行验证 或者比较 比如说霍栏问题 我是N-1的阶层除以二条哈秒的回路 为什么是N-1阶层除以二呢 N的顶点排成一个圆圈 你不计起点的话 那就是N-1的阶层 本来是N阶层 你除以N 每个点都会作为一个起点 你只考虑回路的话 那就是变成N-1的阶层 然后呢 这个回路还有两个方向 对你来说 你不管一方 你只管一种总长度 所以再除二 那指数要试这么多种 这是个指数时间 但是它给的 求出来是精确些 就是最短路线是多少 那么我们换一种办法 求不出最短 精确的最短量 我求个近似路线行不行 就我控制时间是多项是时间 然后我给出一个路线 我问这个路线 跟追路线比相达几倍 如果我能证出这样一个比值 那也很好 这就是所谓的近似算法 那近似算法有两个要素 首先它是多项是时间 其次呢 它能够证明 跟最优解有一个比值 就是所谓的近似比 对于货廊问题呢 我们通常考虑 满足三角不等式的 这个货廊问题 就是说 从1到B的距离 加上从B到C的距离 要大一等于 从1到C的距离 是所谓的三角不等式 就是这个边 上所在的全要满足三角不等式 通常呢 这个问题呢 都是满足三角不等式的 如果我们把那个全解释为距离的话 就ABC是三个城市 从1到B再到C 肯定是超过从1到C的这个时间的 如果你用距离来解释 但是你可以换一弄 你不用距离 你用这个开车的这个时间 那个就可能不满足 那个距离不能式了 比如说有可能是什么呢 有可能 有可能是这个 AC超过AB加BC 比方说AC这条路非常堵 你从A开到C 要花两个钟头 但是呢 如果从A到B再到C 那条路比较远 但是它不堵 你可能反而开起来快 所以你如果拿时间来做衡量的话 它可能不满足这个三角不等式 如果你拿距离来做度量的话 它可能就满足三角不等式 所以你要针对具体的问题来考虑 我们现在假设这个问题 是满足三角不等式的 就考虑一种特殊的这个 获廊问题 满足三角不等式的获廊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能设计出非常好的金色算法 有一种算法 是很自然的想法 就是最灵性的方法 就是你先到一个城市之后 你选下一个跟这个城市 最近的那个城市去走 嫌这是个比较合理的方法 比如你在学校里边 每天你也实际你也在巡回阻 寝室 课堂 食堂 操场 就这么图书馆等等 就这么几个地方来回转 然后这个路线 应该是一个最短路线 你肯定是去比较近 比如寝室离食堂比较近 你可能从寝室去食堂 然后再去操场 你不会是绕着走 先走远的来回跑 所以一定有一个 最邻近的这么一个策略在里边 这是个比较合理的策略 那么可以证明 用最灵定法 求得的那个金丝解的长度 跟最优解的长度 它有这样一个关系 是大于等于 三分之一落根 乘上那个最优解 小一等于 二分之一落根 加一乘上最优解 也就是说你求出来这个解 它跟那个最优解的比值 是大约相差落根 N是那个图的顶点个数 显然随着恩群无穷的时候 这个解的性能越来越差 翻的背数越来越大了 所以最灵定法 它能够作为一个金丝解 但是它效果不是特别好 我们可以借助于以前的那些 学过东西能够给出一个比较更好的一个解 这就是所谓的最小生成数法 就给一个图 图里面有很多边了 我可以求一个生成数 讲数那些时候讲过生成数 就是说包括这个图里面 所有顶点的那样一个数叫做生成数 现在我这个图还是带圈图 每个边上有一个全值 我要找一个生成数 使得这个边上的圈加起来最小 就是所谓的最小生成数 最小生成数是有多项时间算法的 它有两个算法 一个叫做b圈法 一个叫做 叫做就是删边法 b圈法这样子 从这个图里面选一个最短的边 然后再选次短的边往里加 一直加 条件是加到一块不产生回路 只要不产生回路 你就选一个边往里加 这样就得到一个最小生成数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是 找一个回路 悬里上面最大条边把它删掉 那叫删边法 这样最后也能得到最小生成数 这两个是等价子 而且你可以证明那个算法一定给出最小生成数 那么用最小生成数来求这个货郎可以怎么做呢 是 先选出 求出这个图里边的一个最小生成数 然后利用这个最小生成数 形成一个回路 怎么形成这个回路呢 它就是沿着这个生成数上一个点开始走 全部走一遍 生成数是包括这个图的所有点 当然也就全部走一遍了 但是这个过程它要求不能重复经过顶点 比如说 我到这 这个点走过了 走这又走这个点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它就采用超经路法 不要重复经过顶点 比如说我到这 到这再到这 我到这之后就直接走这再过来 就相当于形成这样一个图 就利用这个最小生成数 同时超经路 就从一个点出发 走下一个顶点 然后已经走过点就不要再走 我到了这以后呢 到了这 本来应该是沿着这个回来了 我这个点已经走过了 我就不走 我直接跳到下一个点去 到了这之后呢 本来沿着边往这走 这个边走过了 我就不走 直接跳到这 就不断的超经路 这样得到一个 也得到一个近似解 就先去最小生成数 然后沿着最小生成数 不断的超经路去走一遍 可以证明 这个算法给出来的这个最优解呢 它一定是不超过最优解的两倍 这个就非常好 比刚才的最小 最灵径法要好得多 最灵径法 它实际是个局部的 就只看 跟这个点 刀了这个点 只看跟它周围 最近的那个点去走 然后那个算法 效果会差一些 全局性更差一些 这个最小生成数 把它利用了一个全局信息 先求出一个最小生成数 求最小生成数 是有多项时间算法的 求到最小生成数之后呢 再找这样一条路径 这个找路径的过程 比较简单 也是多项数的 只要把这点全走一遍就行了 合在一块 就是一个多项时间算法 而且呢 可以证明 说这个算法的效果非常好 不超过最右解的二倍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 一个哈马尔顿回路 你去掉一条边之后 它就是一个数 对不对 哈马尔顿回路 是过所有顶点的一个圈 你从一个圈上去掉一个边之后 它就有一个缺口了 变成一个C型的了 而且它包括这个图的 所有顶点 它本身就是一个数 所以 最优的那个路线 本身也是个四能数 它 你求的是最小的数 这个最小的数 跟你的那个最优路线比呢 最多差两倍 对吧 最多相差两倍 因为你是 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路线啊 去掉一条边之后呢 就是一个四能数 这是最小的数 所以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路 那个 你是把这个最小生数的 这个给它翻了一个倍 就是你按照这个超级的法 走出来 就按照三角波的数 你可以证明 你的这个路线的总常动的 不超过最小生数的二倍 而这个最小生数呢 又不超过你的那个最优解 所以就能正出这样一个结果 这是利用了最小生数 就能求出一个比较好的金丝结 还能做得更好 再利用匹配 就是 本来是超级路轴 超级路轴发现效果不好 现在怎么办呢 它是这样的 给这个图上面加点边 让它变成一个欧拉图 然后沿着那个欧拉回路去走 效果可能更好 这样一个想法 那么怎么加边呢 就是像刚才那个货廊问题一样 在基数度的点点之间做匹配 这样形成一个欧拉图 然后沿着欧拉图去走 效果就更好 然后可以证明 把这个匹配加进去之后呢 求出来的这个金丝结 它的那个效果就是1.5倍 不超过最优解的1.5倍 所以匹配是图论里面非常经典的概念 在很多场合都会用到 都会出现 求最小匹配 所以去年诺贝尔奖 它是跟匹配有关 也一点不奇怪 去年诺贝尔奖的问题叫做稳定匹配 就已经有一个匹配了 会不会发生跳槽 就是交换一下 四个点本来已经两两配好了 突然又改变了 重新配奏 它也是用婚姻来谋 你叫稳定婚姻 就满足什么条件的时候 你求出来那个匹配还是稳定的 就不会去重新组合 它也给了一个好的算法 这种算法显然有用 比方你公司里面找工作 找好工作 如果是平凡的跳槽的话 那显然是对双方都会造成损失 他希望尽量的稳定 所以这类算法也非常有意义 好 就利用这个匹配 在这个地方 哈密尔奖回路的问题 这也能给出一个非常好的金字算法 它的金字比能达到1.5 所以对于这种难解问题 就没有好算法的问题 我们可以去做金字 除了金字之外 还有一套路线 是改进它的最优解 比如说这个穷举法 穷举法前面讲的是 大约是N阶乘 是N-1阶乘处于2 那我能不能把它变成2的N次方呢 注意2的N次方跟N阶乘比还是好很多 这是N个2乘起来 这是从1乘2乘3一直乘到N 那显然N阶乘比这个2的N次方要大得多 那么利用动态规划法 能够给货廊问题给出一个 2的N次方的一个算法 它是这样子 首先它固定出发点程式是1 然后呢 对于从2到N的每一个子机和S 即optSi 表示从1开始 经过S-I中所有程式 最后到达I的最短路径的那个长度 就是从 城市一出发 然后经过 不经过I 然后最后到I的那个路线 经过S出I以外的所有程式最后到达I 这样一个路径 首先 这个optI就等于W1I 就是从1直接到I那条边的长度 其次呢 就是动态规划 optSi它就等于 你就说 考虑戒 你是 最后一个是不是经过的是戒 就是先到I 这个是从1出发 到戒 同时不经过I 然后再从戒到I 就考虑 I之前的到处第二段程式戒 对于所有的戒 算差 然后再从里面求最小的 这就构成一个动态规划了 这个是显然的 因为你从1到I 你终于要经过一些其他的程式 对于戒里边 对S里边出来之外的 其他的程式戒 做个极美举 递规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 这个动态规划 它的总的时间复杂度是2的N次方 这样就比这个N阶层要好 所以 对付难解论天空 有好多种不同的办法 一种办法是 做近视 一种办法是改进穷举 还有一种办法是 做限制 就限制到某一类上 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如果这个图又具有其他的结果 它可能就多长时间能够解决了 那是做限制 比如说这个欧式TSB就是一个限制 我们假设这个问题是在欧式空间里面的 这个N个点 点和点之间的距离 就是这个欧式距离 它显然是满足三角不等式的 那么 而且它更好 那么对于这种问题呢 我们可以证明 它能够设计出这个 所谓的多项时间近视方案 叫PTAS Polynomial time 就多项时间 Approximation就是近视 Skin就是方案 意思是 你想多好就多好 这个近视比可以认一的好 也就是说认个一个一比较大一灵 我可以在多项时间内 求出一个解 近视解AN 使得AN呢 不超过最优解的1加1P种倍 你像1P种趋零 这个近视比的系数 就越来越接近于1 就是要多小有多小 要多好有多好 所以 这就是对问题 实加限制 必须它是要满足欧式距离 就我们刚才讲的 如果是用距离做就可以 你如果把那个编的权定义为 时间 开车的时间 那就不行 那时间可能它不满足这个三角不等视 距离是满足三角不等视 简单点说 就我们这个计算问题 能够分成容易解决的 很难解的 难解的问题 我们又可以用各种方法去对付它 就是比如说求近视解 做限制 像这个地方 既限制就近视 然后或者是改进穷语法等等 有这样一些常见策略去解释 好 总结一下 就是关于带全图 就是可以给边夹全 或者给顶点夹全 相应的以前的图中问题 都有一个带全图这样一个版本 然后举了两个例子 就是中国游地园问题和霍狼问题 游地园问题它是容易解决的 它有一个有效算法 它其中调用了最短路径算法 匹配上的和欧拉图算法 霍狼问题它是难解的 就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找到直接针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好的多项时间算法 但是我们可以对它做一些近视 其中有最临近法 有最小生分数法 有利用最小圈匹配这个办法 生分数加最小圈匹配 这些精算法是性能一个比一个性能好 感谢观看